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将进一步解释 公积金系实桶是如何硬做的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也已经解释有关 公积金和公积金终身入息激活的开述 想要享受安心的退休生活 掌握退休激活的基础知识自观中的 您需要的三个基本需要是 首先,医疗保健激活 例如医疗程序用于支付医疗保险费 也有针对综合医疗保险计划的附加益 这些计划也可以用于支付医疗费用 其次是住房保障 或者您有地方住是很重要的 当您有地方住了 您就不会有房屋的烦恼 也能减轻自己的负担哦 公积金的运作原理是为了未来的退休 储并一些资金 政府推出了匹配退休寄货 储蓄计划 MRSSE 帮助尚未达到基本退休金的新加坡老年人会 退休储蓄更多 退休金分为三种类型 基本退休金 前额退休金 FRS和增强退休金 DRS 退休金作为参考人 显示您需要储蓄多少才能满足您退休的期望 的免业支出金额 首先是基本退休金 BRS 基本退休金通常是为了提供退休生活每业支出 支付基本生活费用 当您年满55岁时 您的特别账户和普通账户中的储蓄金 全部转入您的退休账户 形成您的退休金 这个金额会根据他们在56岁时所出的群体中 有所不同 基本退休金BRS会逐年增加 并使用新加坡家庭支出调查 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由于2024年年满55岁 基本退休金将为百年的前900的新币 年满65岁时 每业领取900新币的退休金 前额退休金FRS是指一个人退休后需要多少钱 这也基于高于基本退休金 当您在2020年满55岁时 您将需要存25800的新币 以及65岁每业收到1670新币的退休金 最后还有增强退休金 SERS 他们也提供更高的支出 更适合那些可能需要更多退休收入的人 即使您在2020年满55岁时 为达到基本退休金要求 您也可以提供起 股东账户和特别厂移 储蓄的前5千块 年满65岁的会员 可以在65岁甚至时 最多一次性提起退休账户储蓄的20% 从2025年起 年满55岁的人将关闭课别账户 SA的资金将转入退休储蓄户口 直达到前年退休金就是FRS 任何超出部分将转入无通账户 政府也允许将RA充值到新的增强型退休金 就是426千 这将保持退休时 每页支付更高的金额 但具体金额将取决于您所选的 公积金终身巨广 到65岁突休时 预计每页退休金可将升到了3300块 在2025年之后 公积金特别上补封闭后 将剩下两个账户 医疗储蓄账户和通账 为了弥补前额退休金的损失 公积金特别账户退休关闭了 资金将存入退休账户 当达到前额退休金金额后 剩余的金额将保留在普通账户中 通常存入公积金特别账户的中基金 百分比将存入退休账户 那些已经有完整前额退休金额 将受到最大的影响 因为多余的资金将被转入 他们的普通账户 该账户的年利率较低为2.8% 连户可以使用普通账户为退休账户 从直到增强 退休金额既能 这是退休账户 可以获得更高支出的最高金额 然而从退休账户中提款是有限的 如果您的目标是每月收入也1500金额退休金 那问题是您的退休账户中需要多少钱才能实现您需要的退休金呢 让我们看看您在55岁和65岁时分别需要存入多少公积金才能实现您想要的每月之处 凭借这10年赚起的利息 公积金会帮助您增加退休储蓄 以实现您每个月期望提起的退休金 因此对于每月允许 你还1500金币的退休金 您需要在您55岁时 往您的退休账户中存入 198块800元的金币的钱的退休金 以便在66岁时 复利并增加到298600元的金币 为了赚起更高的每月退休金 如果您现在未满55岁 您可以考虑充值公积金特别账户 如果您现在是无数税以上 您可以考虑充值公积金退休账户 如果您未满55岁 您可以考虑充值您的特别账户 您可以预留到最高金额为钱的退休金的 198800元的金币 如果您年满55岁或以上 则只可能为您的退休账户充值 最高金额可达现行的增强退休金 ERSG 288元的金币 请注意 所有充值的资金 纯粹是为了增加您的退休储蓄 并增加您每月的退休金 因此它不能一次性提起 2025年起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将进行调整 55岁以上的会员的特别账户将关闭 对于55岁以下的会员 公积金缴纳分别保持不便 一部分人会进入特别账户 对于那些年满55岁的会员 原本应进入特别账户的资金将转入 您的退休账户 直到达到前额退休金账户 FRS 如果您的特别账户的余额超过前额的 退休金额超出的部分将转入您的普通 账户就是你的欧尾 充值的一种方法是使用现金 您可以根据您的年龄为您自己的 特别账户或退休账户进行现金 充值对于自己的现金充值您每年有资格 获得高达8000新币的税收减免 如果您为您的爱人充值也帮助他们建立 退休储蓄则可在我的8000新币的税收减免 请注意从前额退休金到增加退休金的现金充值 不享受税收减免 您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充值超过增强退休金 但是这是不被允许的哦 公积金储蓄是为了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 以下的公积金会也可以将其特别户口充值到现金 前额退休金以便为此激励退休储蓄 对于尚未获得基本退休金资格的老年人 政府推出了一项称为匹配退休储蓄计划 MRS的计划 政府将为符合资格的成员的退休账户提供 现金充值 一新币对一新币哦 每年最高可达600新币 为期五年 这意味着对于符合资格的会员 他们可以在五年内获得高达3000元的匹配充值 请通过公积金页面检查您的资格 或访问cpn.gov.h MRSS Checker 从2025年起匹配退休储蓄 居获MRSS将延长多五年以上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将能够享受政府 向其他退休账户提供的配套现金充值 进而为每年的2000新币 终身2万新币 虽然MRSS充值将不再享受税收减免 但您可以继续享受那些不受MRSS配套影响的补助 经充值税收减免 总之MRSS计划将提供最大限度的提高您的公积金储蓄 并指导您的公积金之旅 感谢您的观看